MWC 會場 今天我們來到 MWC 會場 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早上幾條影片我們分別看了現在最新的 小米14 Ultra 系列 還有 Honor Magic 6 Pro 國際版 還有一些接機的新的 Form Factor 或是可以延伸游性屏捲軸螢幕 或是三接 或是接完再游性捲軸螢幕的設備 而今集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今年最流行的AI 但在手機上的應用 其實最大的 Backbone 的骨幹 都離不開 Snapdragon 以及 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 所以我們今天嘗試去 Qualcomm 的 booth 去找一下 Snapdragon 的處理器 對於 On device 的 AI 有沒有什麼 很深入的展示 還有一會兒也嘗試去 Google 看看 這個 Gemini 的 AI 模特兒 對於 Android 系統上的展示 又有什麼可以讓我們看到 還有我們都會在會場 最後再走一個圈 看看有什麼科技產品 在香港是比較少見到的 我們來到 Qualcomm 的 booth 他們的展示這裡 是集齊了這麼多個 Brand 的 On device AI 再也包括 Qualcomm 自家的 On device AI 功能 在我們身後面這個 其實就是他們有兩個 AI 模特兒 可以做到一個 Offline 不用連網的狀態 可以做到一個 On device 一個 Prompt 形式的圖片的生成 好 絕對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都會質疑它原生放在那裡的 Prompt 所以就手動輸入一個也可行 而亦都有一個能力 就是這個 AI 是可以看到現在畫面的圖 然後再去根據圖做一些 Suggestion 或者去生成一些內容 但現在我可以問一個追蹤的問題 所以我會問 好 現在我可以給我一些製品 我可以做到這製品 好了 現在是做了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們放了一張照片 在 Chat Room 裡面 問了它的圖片是什麼 而現在有一個二層的指令 就是問它怎樣可以做到這個菜式 好了 Qualcomm 這個 AI 最大的特色 是它真的完全不用連網 可以 Offline 的時候 已經可以認知到現在的圖片 還有一些什麼 亦都有生成的能力 這個認知和生成的能力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到這個 Photo Expansion 它可以輸出一張 跟著現在畫面有的東西 輸出一些符合現在畫面 大家應該會想要的一些物件 或者開用生物 好 所以在這個 Tour 我們看到 就是所有的 Brands 包括小米 或者 Honor 或者甚至是 OnePlus 所有手機 的 On-Device AI 呢 特別是針對我們這次的兩個 Model 都是圍繞著一個圖片的編輯器 那樣 它們都是依賴著 Qualcomm 的 Snapdragon 處理器 的平台 然後再視乎不同廠商 對於它們的照片 在手機上下放 或者開發什麼功能 不同牌子應用的功能 和操作介面都是有點不同的 就好像這部 OPPO Find X7 Ultra 它們的應用 就用了 Qualcomm 的 Magic Eraser 的功能 它可以在圖片裡面 框出了一個指定的某個物件 然後透過 AI 的認知和生成功能 就可以把這個框出的位置移除 然後把它填滿 而它的 Texture 會比以往的手機更加精密 應用了這個新的圖片生成 AI 技術的 Magic Eraser 它就真的有能力可以更加 除了精準地去 Detect 到裡面的人或物件移除之外 更加重要是把這個 留空了位置的 Generative Field 的技術 是可以真的做到 Texture 上 質感和整個畫面是更加真實和 convincing 對啦 離遠看 完全不覺得有瑕疵 而講到關於攝影上的 AI 功能 小米相信是下放得最多的 他們的 Photo Editor 今次是一樣 有剛才提到的 Magic Eraser 的功能 而今次新的 Sync-Up Pro 版本 就可以比過往的 Eraser 更加精準 而且生成出來的質感會更加豐富 以及象徵 這裏我們在 Close-up 看到 Before & After 兩個人移除後 後面的檔攤上的果汁 啤酒 還是木桌的質感 是完全可以真正還原出來的 那 Magic Eraser 就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功能 而另一個剛才我們在 Qualcomm 樣板機看到的 AI Expansion 的功能 在小米這裏就有融入入他的 Photo Editor 也是有驚喜的 但是我們也同時不難找到瑕疵 其實他都已經有驚喜的 他在小米的 Booth 拍了一張照片 而他這個 AI Expansion 會自動在這個 Booth 流空了現在擴充的位置 再去展示了一個天花板 地下的質感 再在旁邊展示了一輛車出來 以及附近有很多不同的路人或參戰的人在看展品 甚至乎過往的 AI 最容易出事就是手手腳腳的 這張照片本身是半身的圖 而他的 Photo Expansion 成功地展示了一隻 相對都自然和象徵的手和一雙腳給我的 而小米另外有開發到另一個 AI Portrait 的功能 它是融合了 Qualcomm 剛才的圖片生成 以及 Gen AI 的技術 而它最出色的位置是可以把用家本人的照片和樣子 融入圖片生成 有了 AI Portrait 的功能之後 突然覺得普通的圖片生成意義好像不大 但反而把圖片生成融合在自己的樣子裡 那就意義更大了 而關於 AI Portrait 的功能 實際上如何應用 下一條影片我們會更加仔細說 最後 Honor 也有配合 Qualcomm 晶片 開發了他們的 AI 功能 Honor 的 AI 功能相對比較商務和 business 到向一些 他們沒有剛才圖片生成功能的加入 但是他們都有應用這個應圖和應字的能力 去找到一個發佈會 或者展覽的時間和地點 找出了地址和時間之後 直接就在 Calendar 裡面 生成了一個展覽的時間和地點 它的應字和應圖功能 就不只是 Calendar 的應用 其實它可以在這堆 那麼多 Suggested App 裡面 都有不同的互動 好像我直接放到 Google Maps 上 直接就會有一個導航教我怎樣去 但是同時我當時也有問技術員 就是可不可以用這張圖做 Google Search 答案是可以 其實都是 Drag 圖 去到旁邊的 Suggested Apps 裡面 直接有一個 Image Search 功能 就會用這張圖做 Google Search 再找到更多資料 這個不關手機的事 但是另一個看到之後 哇!有驚喜的是 Humane 這個裝置 它可以夾在胸口 好像一個扣針的裝置 然後它會用雷射投影一個簡單的畫面 在我們手心上 再做到手勢操作 像 Sci-Fi 電影一樣 但是我們在現場 反而有另一個很刺激到我們的操作體感 是這個智能眼鏡 它很輕、很細、很低調的 現在的設計 但是它某部分有些型號 就有一個內建的透明螢幕 而這款是最基本什麼都沒有 只是有一個相機 還有一個內建骨全度的 Sound System 的耳機 戴了這副眼鏡之後 它會連接在一個智能手機 可以將我們在眼鏡拍到的相片 拍照片 然後在手機看 又或者在手機看影片和播歌 它會直接透過骨全度的裝置 讓我們聽到它的音樂 而初初我們聽過骨全度的耳機 音質都是一般般 亦都容易會有流音的狀況 而這副眼鏡特意拿出來說 是因為它的聲效 完全是沉浸在一個很寬闊的聲場 和現場的演唱會 而我自身是其中 它的聲場和包圍感是極之厲害和誇張 它的聲效是有驚喜 大驚喜 對比起VR裝置 當然VR裝置會是更加全面 和整個環境改變了的體驗 而個人認為這一類型的眼鏡 它是更加可穿戴更加便攜 它可以真的做到帶出街的時間 不會太過異樣 做到一些普通眼鏡做不到 但它的效果亦只是普通眼鏡 看完Snapdragon Qualcomm 處理器 亦都立即聯想到 另一個行業的競爭者 就是MediaTek 的 MTK Dimensity 處理器 相信MediaTek 處理器 亦都會有跟進一些AI的功能 我們一起進去找找 進去之後 我們就發現 原來現在 Qualcomm 高通 和MediaTek Dimensity 的處理器 正在做的Gen AI 方向都很相似 MediaTek 的 On-Device Gen AI 都有文章整合 圖片生成 或者是圖片的 Magic Eraser 或者是 AI 的 Photo Expansion 或者是影片的生成技術 也有發現 Gen AI 其實是仔細的 甚至乎我們可以 一隻白色的狗 紅色的帽子 紅色的帽子 紅色的裙子 還有紅色的褲子 還要帶一副太陽眼鏡 它是可以完全 因應到手輸入 越仔細的指令 它能量到越仔細的東西出來 目前我們見完這些功能之後 最大的希望和期望 當然就是 把這個很仔細的 Gen AI 功能 可以結合到我自己的人 或者用家自己的樣子上 再做到仔細的 Gen AI 而這個是比較特別和有趣的功能 這個 AI 是可以把一個影片實時 變成一個動畫化的影片 而它是會跟著主角去動動和實時去調整畫面 這個功能 最實用 暫時能夠聯想到 可以玩一些 Board Game 或是卡牌遊戲 Cosplay 遊戲 透過這個 AI 功能 就可以 online 即時做到一個 好像做了 Cosplay 的畫面 好 而今次 MWC 展的最後一站 我們到了 Google 的 Booth 它們在中間整個 Avenue 全部都是 Google 的 這次最重點當然是 Gemini 的 AI 模特兒 我們一齊整個 Journey 一齊逐個 Booth 去看看 首先這個 Circle to Surge 它們直接用 S24 Ultra 做 Demo 我們不再看了 而中間這裏 它們有 Android Auto 放了一部 BMW 在這裏 就將 Android Auto 的智能系統 在車上應用 這個我們暫時不太深入看 反而最重點的重點是 Gemini 還有一個 Learn a New Topic Translation 然後這個是 Brainstormed Idea 這個是 Generative 很期待 Write a Caption 還有 Summarize 到 E-mail 還有 Learn a New Race 我自己比較期望可以看到 多些 Gen AI 的東西 即不是 Summarize 反而是創造的東西出來 在這裏 其實 Pixel 8 已經有這些新的 German AI 功能可以用到 好 明白 有些項目 但我相信是在美國和日本 但在其他世界上 我們有網絡的項目 好了 它們在做些什麼呢 其實它說到現在 App 版本的 Gemini 只是在日本和美國有得應用 全世界其他所有地區都沒有 但它其實又有支援 40 個語言 亦都可以透過 Web 版本 網頁版的 Gemini 可以在香港應用得到 而它的網址就是 Gemini.google.com 而它是可以應對到很多複雜的指令 譬如 像現在這樣問 就是在 Barcelona 7 月的時候 有什麼酒店 是網站的 同時搜尋多一件事 就是有什麼是小朋友 friendly 活動可以做的影片 它這個搜尋就似乎是一個更加進階的 Google Search 除了一系列的酒店的網頁和內容 它除了一個網之外 會直接看內容 list out 出來給我們看 而除了這些酒店之外 它亦都可以二層搜尋 這個小朋友 friendly 活動的 YouTube 片 直接放在下面 好了 最重的重點是 它本身將了一個 list 和一些影片 而其實可以透過 Share 這個案件 直接將這些 Search Record 可以匯出成一個文件檔案 然後再傳到 WhatsApp 或者 Email 這些都可以 而好了 接著這個功能 就是一個自動的寫 Email 的功能 有 For example 一個 Thank You Email 然後 Write a Summary 可以做好什麼 OK 我在這裡先寫一個新的 Email 好 它的操作方法是怎樣呢 它可以向右一掃 它這裡有一個 Prompts 譬如我就 An Email Inquiring MWC 2025 好 那我問一下明年 MWC 2025 年的問題 OK 這些最行的問題 I'm writing to inquire about MWC 2025 Conference 不然自動寫完 又有 Sincerely Your Name 其實 我只要寫了 Name 進去 直接可以 Insert 然後就可以傳出去 OK 另一個最大的重點 會是 Google Photos 的 Magic Editor 它應用了 Imagine 2 的 Engine 其實在我們的 Samsung S24 上面 都有之前測試過 而在 Google Pixel 上面 就用 Google 原生的介面 在功能性上它大同小異 首先它可以在畫面上 長按任何一個主角 去做了 Auto Selection 然後就可以把主角 去移動不同的位置 或者移除去有得 Generative Field 就會把 移除了物件的 Background 再去 Fill Up 配合這個進階的 Texture 而另一個就可以把主角 Highlight 之後長按 將它移動不同的位置 然後原生流空的位置 都可以透過 Generative Field 填滿 而現在畫面 看到它填滿了之後的位置 包括沙地和石頭的 Texture 不會太過外眼 而另一個在 Samsung 沒引入的功能 是 Sky 的變換 它可以把整張照片的 Lighting 以及整個 Atmosphere 的氣氛 會透過不同的天空或天氣的轉換 而是一體連成的轉換 大家可以看到 將整個 Lighting 的白平衡 以及石頭或 Android 公仔的光線反射 都會隨著天空不同的顏色而變換 這裡是 Before & After 看到了 日落黃橙色 整個沙地和 Android 公仔的高光位 都有黃橙色的反光 OK 今次最後一個驚喜位 就是上次我們在 Samsung 美國發佈會 他們有很輕微透露過的 Galaxy Ring 這個我們要去 Samsung 他們這裡 再看看 這隻 Galaxy Ring 據我們現在的了解 它就是一個 Health Tracking 的 device 它沒有任何的 Display 以及沒有任何 Interactive 的螢幕 所以它完全是戴在手上 用一個最小的形式 去幫助我們記錄到心跳 或是有機會有血氧、血氧和力量 這些 OK 我們這裡看到 在 Ring 的內層裡面 有一些金屬接觸位 還有一些感應器 可以做到一個實時的心跳監測 甚至乎有沒有機會有血氧濃度的監測 類似的功能 以前我們可以在 Samsung 的 Galaxy Watch 看到 它的感應器都放在錶玉後面 而今次的 Galaxy Ring 將這些感應器 放在一個戒指上面 之後就可以做到 基本上一樣的 Health Tracking 但就不用帶著一隻錶 最後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押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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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 MWC 旅程真的到了最後 最後的 Google 我們也看到了 今年我們就 有機會再 wrap up MWC 的所有內容 在一個 Playlist 上給大家重溫 今年的 Coverage 就到這裡 明年我們再見